欢迎收听大安即时 我是吕鹏 最近两天呢 晚上睡不着觉啊 就看了看大伙的评论跟私信啊 我看好多听友都说 哎呀也不回评论 他不是故意不回 是平时真没工夫看啊 结果这一看评论 我发现很多听友呢 就总是提建议 说再讲点老案子吧 再讲点长的案子吧 行 那么最近几期节目呢 就给大伙讲点老案子 讲点长案子啊 如果我讲了长案子了 听友们还反应 哎呀怎么这么长 怎么这么啰嗦 怎么没完没了啊 别怪我跟你们没完啊 当然说回来 咱也不敢跟您各位没完呢 是吧 也就敢开个玩笑啊 咱们今天呢 就先来说一老案子 什么案子呢 雷狐奇案 这事有多老 发生在1951年 够老了吧 反正那个年头 我还没记事呢 在1951年 中秋 各位 是中秋 它不是中秋 什么叫中秋 是秋天的第二个月 也就是阴历的八月份 发生在哪呢 我无比熟悉的天津市 1951年 这八月份的一个夜晚 这一天呢 那是电闪雷鸣 风雨交加 各位 平时看电影电视剧 一旦演着这种天了 这都代表着得出大事 那么这地点呢 是天津市郊区 西营门外边的 一片小树林里边 当然天津的朋友都知道 西营门 现在这可不算是荒芜人烟的郊区了 天津呢 有很多地名啊 像什么南营门啊 西营门啊 为什么叫营门 众所周知 天津过去叫天津渭 为什么叫天津渭 最早 它不是城市 就是在这儿驻军 自然而然 为什么有南营门 西营门 大家也就不难理解啊 咱们再说回这一天晚上 那天啊 黑的不能再黑了 怎么形容呢 就跟天上倒扣了一口大铁锅似的 还是在那儿烧了三五十年啊 还不带刷锅的那种 伸手不见五指 这时候啊 一个雷 可就劈下来了 把周围的这些井雾啊 照的那是惨白惨白的 光大雷不下雨 那不像话 对不对 那井跟着大暴雨 唰就冲下来了 这雨大到什么程度啊 您要是赶上当时 在外边走着 前半截是走着 后半截可就得游着过去了 这么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有这么黑的天色 当时他也没有电灯电话啊 他也没有地铁霓虹灯啊 那大伙呢 也就都躲在家里边 不愿意出来 在家了 睡个安稳觉啊 踏踏实实的 挺好 可就在这时候 从某公安分局的院子里边 走出来两个人 这俩人呢 穿着雨衣 挽着裤腿 腰里边啊 还挂着手枪呢 这俩人是谁啊 这不废话吗 公安局出来还有谁啊 俩民警 他们去哪呢 就去西营门 这俩刑警队员呢 年纪不大 挺年轻的 一个十九 一个十八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 要放到现在 十八岁 十九岁 那还没毕业呢 他们呢 是奉命到西营门一带 去巡逻 这么个天的 你巡哪门子罗呀 原来啊 这西营门外边呢 是一片荒凉的野树林子 除了野树林子之外 还有一个大的乱葬坑 房子 就家里边没祖坟的 没人收拾 没人埋的 哎 就一块到这一埋 就算了 这么一个地方 那必然是人烟惜手 附近呢 也就零零散散的 住着那么二三十户 外来户啊 还有一些流浪汉 住的呀 也都不是那种干净整洁的房子 都是破破烂烂的 简易房 据传说 这一带啊 除了乱葬岗子 野树林子 还有为数不多的人家之外 说还有很多的狐狸 经常有狐狸出没 各位 电闪雷鸣 风雨交加 漆黑的夜晚 再冒出来俩狐狸 这可以拍鬼片了呀 这都 说这儿呢 有白狐 有玄狐 更多的是什么呀 是雷狐 您现在要网上查去 这雷狐是什么狐啊 没有这么个狐狸 为什么人们跟这狐狸叫雷狐呢 说因为这种狐狸啊 生活习性 很奇特 平时呢 不出来 专门在雷雨天 出来打练啊 找吃的嘞 这一打雷啊 这就好像是雷狐的闹铃一样 卡 哎呀 怎好这肚子饿了啊 到点了啊 你看这闹铃都响了 赶紧猝去打猎去吧 哎呀 这狐狸说话得给他个差评啊 不是标准普通话 但没办法 人是天津的狐狸啊 当时有人呢 说就见过这种狐狸 这种狐狸啊 经常遭他人们养的 鸡鸭牛羊 哎 这些家畜家勤 要不让他们咬死 要不让他们叼走了 反正大伙恨这雷狐 恨得牙根痒痒 见过雷狐的人说呀 说呦 这狐狸 他们那两只眼睛啊 太吓人了 在黑夜里边啊 那俩眼珠子 那俩眼珠子放的是蓝光 除了眼珠子是蓝色的 他们那叫声啊 更让人毛骨悚然 就像是人在那笑似的 咱也没听过啊 我估计这狐狸叫的 是不是就是 反正要真是这么叫 那是挺神人的 所以这一带的居民 对这雷狐 那是又恨又怕 一到雷雨天 就提心吊胆的 1951年 这新中国 也刚成立两年的时间啊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还有公安机关 就下定决心 得为民除害 所以每天晚上 都派刑警队员呢 哎 加强巡逻 风雨无阻的 这一天这不就赶上 小货跟小陈了吗 小货跟小陈呢 心里边他也好奇 他们到这执勤 这是自告奋勇 年轻人嘛 什么东西都没有怕的 可是到了这西营门 那风是一个劲儿 呼呼的呱 那雨是一个劲儿 刷啦刷啦的下 那霹雳闪电 一个劲儿的 咔嚓咔嚓的炸 对吧 他俩这家伙 紧握着手枪 伸一脚 浅一脚的 在树林子里边 在坟墓中间 在那穿行着 说实话 心里啊 也有点紧张 俩人四只眼睛 就借着闪电的那光芒 四处这么观察着 这一巡逻 就寻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 什么情况也没发现 说实话 俩年轻人 别看有点紧张 有点害怕 但心里啊 是希望能够有点事出现的 希望能够看看这雷狐 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看看他们笑的 到底好听不好听 是吧 这时候也没见着雷狐 俩人心里就想 什么雷狐 雨狐 雷雨狐的呀 啊 这就是老百姓 道听途说罢了 正在他俩放松警惕啊 在那聊天的时候 这时候啊 树林深处 突然就传来了一阵声音 这声音呢 很大 似乎离他们还有点距离 加上啊 当时有风声 雨声 大雷声 所以呢 也听不清楚 到底是人发出来的声音 还是动物发出来的声音 心里边也琢磨呢 那雷狐不是 嘿嘿嘿嘿 在那笑吗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他们俩呢 本能的 就把手枪的保险给打开了 肩并着肩 一步一步的朝着 发出声音的地方 就走了过去 这时候突然之间 两道闪电 咔 紧接着 一个炸雷 可就响了 过 就在闪电 把四周围都照亮的一瞬间 他俩几乎是同时 发现了前面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场面 有那么一个赤身裸体的人 挥舞着一把血亮亮的闸道 在那玩命的砍树呢 一边砍一边 嘿嘿 还在那发着怪声呢 他俩就感觉纳闷啊 这么个天 这么晚了 砍哪门子的树啊 这是小偷偷着伐树 准备出去卖木料去 啊 这要是小偷 你悄悄的伐呀 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呀 他俩呢 就悄悄的呀 迂回到了 那个砍树的家伙背后 一点一点的 朝着那个人 就逼近了过去 这时候又是一道闪电 他们俩终于看清楚了 确实是一个人 浑身水淋淋的一个大汉 手里挥动着的 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闸刀 说实话 这时候小货和小臣呢 都有点紧张了 心里边就想 这究竟是人还是鬼呀 各位 咱们得关注这个时代背景 对吧 1951年 那个年份啊 很多这个老百姓啊 确实还有着一些 封建的思想 迷信的思想呢 俩人呢 不由自主的 把这手枪可就端起来了 瞄准了这个大汉 干什么的 这一声喊 这家伙啊 这音别打雷还响呢 那个壮汉也吃了一惊 回头看了一眼 借着远处闪电的亮光 小货跟小臣呢 也终于看清楚了 面前这大汉长什么模样 要说起来 长得真不算好看 那张脸呢 显得很猙獰 略带扭曲 那眼睛血红血红的 并且头发还挺长 被雨呢 都打湿了 湿漉漉的长头发 遮住了半边的脸 您各位想想这个形象吧 与其说是人 还不如说是个鬼呢呀 这个大汉呢 似乎呢 也没把这俩年轻的小警察 放在眼里边 还是挥着闸刀 在那接着砍树 那么这个大汉到底是谁 这大雨天的 在这砍树是要干什么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小臣小货 听见那奇怪的声响之后 赶过去这么一看 一个壮汉 正在那拿着闸刀砍树呢 并且呀 这个壮汉 知道小臣小货过去了 哎 根本就无视他们 还接着拿着闸刀 准备砍树呢 小货跟小臣可就生气了呀 这么不尊重我们吗 人跟人之间不得有点尊重吗 于是那是怒从心头起 不约而同的 可就抠动了扳机 啪啪 接连两声枪响 子弹就在这壮汉的头顶上 唰就飞过去了 这大汉被这枪声 也给惊呆了 那举在手里的闸刀啊 悬在空中 是一动不动 小臣一看 这个大汉被吓着了 在那举着刀不动 立刻大喝一声 抓住他 于是 把手枪往腰里这么一别 奋不顾身的 可就冲上去了 小货呢 也不甘落后 麻麻烈烈的 把手枪插进枪套 紧跟着 向这大汉冲了过去 他们俩呀 一左一右 把这大汉就想着 摁倒在地上 可哪知道 这大汉还真是大汉呢 那是又高又大又壮啊 这家伙跟会法术似的 什么叫金钟罩 什么叫铁布山呢 尽管小货小臣玩了命的 恨不得使出吃奶的力气 在那猛推 可这大汉是纹丝不动 还是直挺挺的站在那 小货的们一看 这么着不行啊 大喊了一声 夺他的闸刀 于是俩人呢 搬胳膊的搬胳膊 夺闸刀的夺闸刀 可说起来也怪了 这闸刀呢 就跟汉在这大汉手里似的 俩小伙子 愣是夺不下来呀 就在无可奈何的时候 小臣这心里边 可是心生一计 赶紧从这腰里边啊 解下了一根绳子 在小货的配合之下 七绕八绕的把这大汉是捆了一个结结实实 并且流出来了不到两米的绳子头 俩人呢 在那喊着耗子啊 一二三 一二三 一块拉着这绳子头 跟拔合似的 这才把这大汉 拉倒在地上 夺过了这闸刀 这时候 这大汉 仿佛又灵魂附体了啊 刚才就跟丢了魂似的 这时候终于有意识了 于是就开始喊 有雷狐 打死他 打死他 小陈跟小货一听 有雷狐 心里边也一惊 赶紧问他 雷狐在哪呢 在我家柴房里呢 快 快去杀死他呀 杀死他呀 这个大汉呢 又像是命令他们 又像是祈求他们 小货呢 拎着扎刀 小陈呢 拽着这大汉 三个人跌跌撞撞的 差不多走了半里地 来到了一个小破院 这小破院呢 就用那种 特别简陋的篱笆墙围着 北边 是两间低矮的草房 西边呢 是一间破烂不堪的柴房 平时呢 也当厨房 东边呢 是一堆柴草 大汉 把两个年轻的警察 领到柴房门口 就说了一声 堵住这儿 堵住这儿 雷狐就藏在这里边呢 小陈跟小货 信以为真呢 端着手枪 堵住门口 往里边就看 哎呦 看半天 什么也看不见呢 里边是漆黑一片 就闻到一股 刺鼻的血腥味 在这大汉的指点之下 小陈呢 找到一盒火柴 点上了一盏小油灯 借着这油灯 昏暗的光亮 俩人小心翼翼的 可就钻进小屋里了 哎呦 这不堪则疑 一看惊人哪 这俩年轻人哪 吓得够呛 这里边 哪有什么雷虎雨虎的呀 小炕上横握着一大一小 两句惨不忍睹的死尸 一个差不多三十来岁的女人 倒在血泊之中 只见头上脖子上 都被砍了好多刀 条条的刀口在那裂开着 有的那刀口啊 有半尺多长 这女人的怀里呢 躺着一个死鹰 这孩子一看还不满周岁呢 哎呦 这可怜的孩子呀 那身子几乎都断成两截了 就剩一点筋骨在那连着呢 柴房里边平时生火 它有风箱 同时呢 还有放水的那小水缸 这风箱水缸上 那都布满了喷溅的血迹 连墙上炕檐上 也都有被刀砍过的痕迹 看到这场面就不难想象 母子俩是在凶手 极度疯狂的杀戮之中丧命的呀 太惨了 小池长这么大 是头一回见这种血淋淋的场面 心里啊 有点发怵 不光发怵 他还想吐呢 他是强自镇定下来 心里边啊 充满了怀疑 这小家里边 除了惨死的两个人 可就剩这壮汉了 这壮汉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呢 就看着壮汉就问他 他们是你什么人啊 这壮汉呢 神情很呆滞 是我老婆和孩子 小货看了一眼手里的闸刀 接着问他 是你杀的吧 不 是雷狐杀的 是雷狐杀的 这壮汉呢 在那一边说着 一边摇着头 在那自言自语的 突然 他那两只大眼睛 可就瞪圆了 冲着屋门 就喊起来了 雷狐 雷狐 小陈回头这么一看 从门缝里啊 就发现门外边 好像有个什么活物 在那晃动呢 小陈一手拿着枪 一手拉开屋门 蹭愣一下 可就冲出门去 可冲出去 这么一看奇了怪了呀 外边什么也没有啊 他就想 也许是看花眼了 哪有什么雷狐啊 眼下最要紧的是什么呀 是报案啊 别看他们俩是警察 得跟他们的领导汇报啊 于是呢 他让小货赶紧去报告 自己留下来保护现场 小货这么一走 只剩下小陈一个人了 自己一个人啊 看着眼前这个壮汉 外加两具死尸 他这心里边啊 也发谋 得亏啊 自己手上还有把枪呢 要不然真不知道 该怎么熬到天亮啊 外边的雨还在下着 风还在刮着 那雷还在框框的打着 也不知道是因为冷 还是因为紧张 小陈呢 浑身呢 止不住的在那发抖 握枪的手啊 也变得很僵硬 有点不听使唤了 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天赶紧亮吧 同志们赶快来吧 他这心里做着斗争呢 那个壮汉不是被拴在那柴房门上了吗 又喊起来了 雷狐雷狐 这家伙一宿喊了好多回了 小陈呢 似信非信的就问了一声 雷狐在哪呢 在院里 这壮汉俩眼呢 瞪得滚瓜六圆 小陈端着手枪 就冲到院子里了 这一顿搜索呀 这时候就听见 东边的柴草堆里边有响动 他呢 就壮着胆子 接近柴草堆 用那枪管 猛然一拨这柴草 里边竟然露出来两个小脑袋 谁呀 出来 小陈因为紧张 声音都有点变调了 他心里边想 哎呀 这该不会是雷狐耍的把戏吧 变成两个小孩来迷惑我 他这喊声刚一落 躲在柴草堆里的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男孩 呼啦一下子站起来了 这俩孩子呀 看着差不多也就是五六岁玩了命的往柴房里边跑 其中一个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另一个孩子赶紧把这个扶起来 俩人手拉手跑到壮汉跟前 在那爹呀娘呀的可就哭起来了 原来这对小家伙是壮汉的双胞胎儿子 小陈害怕呀 他在那也是暗自庆幸啊 得亏当时看见有动静之后没开枪 这要开了枪 这可就出了人命了呀 想到这儿 小陈输了一口气 这时候啊 天也渐渐的亮了 雨也下完了 雨过天晴 两辆警车拉着七八名公安战士来到了现场 验尸的验尸 取证的取证 个个在那紧张的忙活着 而小陈和小货带着壮汉 还有他的双胞胎儿子返回公安机关 回去以后 头一件事 换身干衣服 擦把脸 小陈跟小货这一宿没睡觉啊 哎呦 甭睡了吧 干正事吧 开始审讯壮汉 可没想到 刚一开始 这壮汉自己呀 可就哭起来了 那是放声大哭啊 这哭起来都跟打雷似的 哭了一阵 就说起自己的苦难历史了 这壮汉叫什么呢 叫王洁石啊 不是慎洁石那洁石 是说这人长得特别结实 哎 那个结实 这王洁石呢 外号人称王老实 这个人呢 别看长得高高大大挺壮 但是挺老实 原籍是河北 河北人跟我是老乡 自幼呢 丧母 小时候啊 爹又死了 跟着爷爷奶奶一路乞讨 这才从河北到了天津 后来呢 在西营门外边 当时这个地方也没人看得上啊 就盖了几间破草房子 这算是安了家了 爷爷奶奶呢 以卖柴草为生 这可挣的几个钱啊 所以生活那过的是 鸡一顿饱一顿 吃了上顿没下顿 可是这样的生活还不算完呢 天有不测风云呢 这个苦命的家庭 还会遭遇什么厄运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王老是王洁石 祖籍是河北 跟着爷爷奶奶一路乞讨 从河北到了天津 在西营门这边啊 算是安了家了 日子过得那是鸡一顿饱一顿 可即便这样 还是天有不测风云呢 要说这走起背字来 喝凉水都塞呀 他十几岁那年 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了 王老是呢 就在乱葬岗上找了一处空地 挖了一个坑 把爷爷奶奶用草席子这么一卷 可就埋葬了 从此就过着孤苦伶仃的苦日子 他靠什么为生呢 讨饭 还有打柴 这一天呢 他在讨饭的时候 同样遇到了一个讨饭的女孩 这是同行 十六七岁 这一问也是河北人 俩人是同病相怜呢 一样的行当 都是苦命人 又是老乡 于是结伴乞讨 晚上王老师就把这个女人呢 带回了家 这一个晚上 可就发生了那些该发生的 不该发生的事情了 第二天呢 他就把奶奶当年过门的时候 穿的嫁衣就找出来 让这姑娘换上 然后呢 领着这姑娘 到了爷爷奶奶的坟前 跪在地上 跟新娘正式拜了天地 这就算是夫妻了 那时候也不用领结婚证 是吧 这王老师是眼含热泪呀 在那对着坟头就说 爷爷 奶奶 您二老放心吧 您的孙子呀 总算成家了 俺爷有媳妇了 俺可以给您传宗接代了 您的坟钱 以后有人烧纸了 尽管小两口 这日子过得挺苦 但是这也算是苦中有甜 恩恩爱爱 第二年呢 就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四年之后又生了一孩子 这老三还是一儿子 过去甭管过得穷 过得富 感觉多生儿子啊 这就有了出路 是吧 哪怕再苦再累啊 这就感觉人丁兴旺 人丁是挺兴旺 可吃饭的嘴 他也多起来了呀 原本日子过得就紧紧巴巴 这一下更过不下去了 这王老师呢 从小也放牛也放羊的 他见西洋门这一带呀 树多草多 适合养点羊 养点牛的 于是就攒了几个钱 买了四只小羊羔 想喂大了 哎 把它卖出去 可是没成想 这一带呀 除了树多草多 还有一多呢 狐狸多 尤其是那种白脸狐狸 就是当地人说的雷狐 一到雷雨天 可就出来骚扰了 没几天 就把他的小羊羔 给叼走了一只 从此 每天晚上 这王老师都睡不好 身边呢 准备着一把磨的 赠光瓦亮的闸刀 外边一有动静 就冲出去 跟狐狸拼命 可这狐狸啊 也狡猾 就跟是故意捉弄 王老师似的 时不时的 在这弄点响动 哎 在那呢 也弄点声响 惹得王老师啊 往往这一宿一宿的 睡不了觉 有一回 接连三个晚上 可都没合眼 尽管这样 还是没保护好小羊羔 没过多久 又有两只被咬死了 其中有一次啊 他听见响动之后 冲出来 眼睁睁的 看着一只白狐 叼着他最喜欢的那小羊羔 就跑进树林了 他拿着闸刀 一路是紧追不舍 可狐狸跑得比他快啊 在树林子里边一闪声 可就找不着踪影了 王老师是恨透了 狐狸啊 心想着 我要是抓着你 我非把你剁成肉泥不可 四个羊羔 现在就剩这一个了 他呀 对这个小羊羔 那是倍加呵护啊 这个小羊羔 是全家人的指望啊 干脆 也别在羊圈里 也别在院里了 把他牵进屋里边 跟人当伴 可是呢 小羊羔虽然保住了 可老婆孩子 惨遭横祸 那么案发当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王老师啊 是这么说的 他说那狐狸啊 简直成了惊了 我恨他 我一心想杀死他 他好像知道我恨他 故意跟我作对 他报复我 昨天晚上啊 雷声大作 那雨啊 哗哗的下着 我就想这雷狐 肯定又得来捣乱 我呢 就坐在炕上 盯着院子里边 我媳妇啊 也睡不着 就搂着孩子 也在那警醒着 差不多到了下半夜了 我就借着那闪电的光啊 看见一只大狐狸 从篱笔上 可就窜进我家 一头钻进了柴房 我抄起来这闸刀 我跳下炕了就 我媳妇啊 好像也坐起来了 我玩了命的 追杀那大狐狸 那大狐狸呢 左躲右闪的 一会儿钻进柴堆了 一会儿窜上屋顶了 等我赶到柴房的时候啊 发现那个家伙 成了一个光着膀子的男的 他会变成人 他手举着闸刀 向着俺媳妇孩子身上 可就砍了 可就砍了过去 我可怜的媳妇啊 我才八个月的儿子呀 就被他杀了呀 他们死的可真惨啊 我被气疯了 我拎着闸刀就追出去了 我一直追进了树林子里 我知道树林子是狐狸老窝儿 我要把这儿的树连根给砍了 那不正砍着的时候 让你们就给抓了吗 据这王老师说 是狐狸变成了一男的 把他这媳妇孩子给砍死了 狐狸成精会变人 还能杀人 这太荒唐了 这种供词谁也不信呢 小陈跟小货就认为 这王老师虽然叫王老师 这家伙在供述的时候 是一点也不老实啊 是想把自己的杀人罪责 都归惑于狐狸 就在这边审讯的时候 那边法医技术人员 也都进行了尸检 尸检证明 这王老师妻子和孩子身上的伤口 跟他手里的闸刀是相吻合的 同时呢 从这闸刀上啊也提取了血迹 和他妻子儿子的血迹也进行了比对 您各位说了不对吧 五一年提取血迹 测DNA啊 谁告诉您测DNA了 是吧 测的是血型啊 哪怕血型 现在看起来并不科学 并不严谨 但在当年这是非常先进的一种侦测手段了啊 那么这个血型呢 其实是在1900年 由奥地利的一个著名的医学家 生理学家所发现的 随后1930年的时候啊 就因为发现了A型 B型和O型血 这三种血型 还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生理学奖 这个呢 咱们不多说 再说回这案子 公安呢 经过询问那对双胞胎小兄弟 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叙述是一致的 他们的目击情况很简单 前一天晚上 他俩呢 正在睡觉 突然呢 就被他们的爹 也就是王老师的喊声 就给惊醒了 只听到他们的爹 不停的喊着雷狐雷狐 他俩一咕噜声爬起来 躲在窗口往外边看 就见他爹手里边啊 握着一把闸刀 追杀一只大狐狸 那狐狸呢 钻进了柴房里 他爹就钻进了柴房 跟这狐狸搏斗 不一会儿 那只白狐狸 从柴房里边窜了出来 往门外就跑过去了 他爹呢 提着闸刀 也追出门去 孩子的证言呢 这就证明了 前一天晚上 确实有一只狐狸 进了他家了 而且曾经钻进了柴房 但是证实不了 母子俩是被谁杀的 王老师 还有俩孩子都承认 前一天晚上 王老师的妻子和小儿子 都是睡在北屋里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母子俩进了柴房 而且死在了柴房的土炕上 因为事实查不清 这案子呢 也定不了 王老师在看守所里边啊 这一待可就是三个多月 在这期间呢 连续审讯了无数次 王老师的口供 那是出奇的一致啊 一点破绽也没有 但是王老师的情绪很不稳定 整天哭哭啼啼的 不停的念叨着孩子他娘 并且呢 好多回都想自杀 有一回啊 是想用玻璃碎片 割破自己的气管 没成功 还一回呢 是用太阳穴 撞那门把手 没成功 还有一回 是用脑袋 撞求是的墙 也没成功 为什么都没成功 因为对他看管很严 每回自杀 都能被及时发现 得亏 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公安分局的领导就提出来 王老师的精神 是不是有些反常啊 这得做个精神病方面的检查 检定啊 经过精神病医院 对他连续几天的观察 检查 认为他的大脑反应正常 心理活动 没有异常 没有精神类疾病 可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 为什么会残忍的杀死 和自己相依为命的老婆 甚至还有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杀人之后 为什么冒着雨 又跑外边砍树去了呀 当公安人员抓他的时候 为什么既不反抗 也不逃跑呢 那只狐狸究竟存在 不存在呢 这是一连串的谜团呢 因为这案子呀 太棘手了 分局刑警队的领导 决定让一个 富有预审经验的老科长 担任对王老师的主审 这老科长 早把这案情弄得滚瓜烂熟了 他反复的分析 王老师的心理 认为他现在呀 可能有一种畏罪心理 也有一种悔恨心理 以及担心孩子没人看管 受这三种心理的折磨 所以情绪不稳定 也可能那天晚上 他是在精神错乱 或者产生幻觉的情况之下 误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杀人之后 由于极度紧张 恐惧导致大脑一片空白 丧失了记忆了 因此呢 他决定对王老师啊 放弃正面进攻 采取迂回的策略 先稳定他的情绪 取得王老师的信任 还别说 这个招啊 还真管用 那么到底这起案件的真相是什么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老科长人家有经验啊 当时就想着 不能再这么审讯了 不能正面突破了 咱们呢 迂回包抄 通过迂回的策略 先稳定他的情绪 把他给哄好了 让他信任咱们 经过几次心平气和的聊天 没事拉拉加长 王老师的心态呢 也平稳下来了 对老科长啊 也越来越信任 这一回呢 俩人正聊着呢 这王老师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的说 老哥 俺家里边没啥亲人了 俺最放心不下的 是两个不懂事的娃娃 要是真有一天 俺被抵了命了 这两个娃 就托付给您了 下辈子俺当牛做马 也得报答您 说着 躲躲躲躲 可就磕起头来了 老科长赶紧把他扶起来 跟他说 孩子的事啊 你就放心吧 现在是新社会了 还能像你们过去那样 去讨饭呢 政府呢 已经做了妥善安置 他俩都在福利院里边 生活的很好 说实在的 比跟着你们呢 还享福呢 你现在应该配合政府 把事情查清楚 你要好好回忆回忆 当时以及前前后后的情况 只要老老实实的交代了 我相信人民政府 肯定会酌情 从宽处理的 这回王老师没说什么 但是第二天上午啊 王老师呢 突然拼命的 拍打求是的铁门 小陈和老科长 赶紧跑过去 把铁门打开 就见王老师 直愣愣的站在那 又想起了 爷爷奶奶的事 老科长跟小陈 把王老师带到预审室 就听王老师 讲他爷爷和奶奶的 这段故事 那么 王老师的爷爷奶奶 跟这案子又有什么关联呢 原来啊 王老师的爷爷呢 爱养兔子 一养就是十几只 可是同样在一个 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 爷爷养的十几只大白兔 一只也没有了 爷爷到处找啊 在树林子里边 乱葬岗上 找到了大白兔的骨头 还有几只残缺的耳朵 爷爷估计 这肯定是附近的狐狸干的 气得咬牙切齿 下定决心 要杀死他们解心头之恨 于是呢 又买了两只小白兔 还放在原来的窝里 目的就是引诱狐狸上钩 又是一个打雷下雨的晚上 爷爷呢 头上戴着草帽 身上披着缩衣 事先呢 就藏在了兔子窝旁边 蹲那一动不动的 等着 这时候咔嚓一道闪电 爷爷就看见一只大白狐 从篱笆墙上纵身一跃 跳进院里 俩眼发着蓝光啊 看着就吓人 这狐狸呢 直奔兔子窝 没看清楚旁边还蹲着一人呢 正在拔兔子窝的门的时候 爷爷是手起刀落 一刀就把那大白狐给劈死了 奶奶还感觉不解气呢 把那大白狐的皮拔下来 扔在碱水缸里边泡了好几天 晒干了以后收藏起来 打算有机会啊 拿到集市上卖个好价钱 可始料不及的是啊 这事消灭了一只狐狸不假 但是呢 这狐狸他也有同伙 也有家人呢 他们的报复心很强 从此这王家不得安宁了 一到雷雨天 肯定是有成群结伙 大大小小的狐狸来骚扰 要么在院里就在那叫啊 一声一声的 说哭不是哭 说笑不是笑的 要么呢 房前屋后乱窜乱拱 要么就是前爪子拔到窗台上啊 用两只贼溜溜的眼睛 向屋里边挑衅 弄得全家人呢 是心神不宁 躲在炕头上 也不敢出屋 爷爷呢 也害怕了 认为把狐狸皮放家里边啊 不吉利 就让奶奶把那张狐狸皮 找出来给扔了 奶奶还有点舍不得呢 觉得扔了太可惜了 好不容易扒下来 弄得干干净净的啊 但是拗不过爷爷 只能把狐狸皮交给爷爷 爷爷当时呢 就把狐狸皮扔到了树林子里 第二天呢 爷爷进城去卖柴 奶奶又偷偷的跑到树林子里 把那张狐狸皮给捡了回来 藏在箱子底下了 这天呢 爷爷生意挺不顺当 等了一天 一旦柴都没卖出去 这天啊 眼瞅就要黑了 看着还要变天 西北方涌过来了黑压压的乌云 并且还有那沉闷的雷声 爷爷好歹的就把那弹柴 建卖给了一个做烧饼的 赶紧往回赶 半路上下起大雨了 回到家可就晚了 一进屋门啊 他可就惊呆了 发现一只狐狸 握在炕上睡觉呢 哎呦 这心里边气的都不行了 哎呀 狗东侠 吃光我的大白兔 没跟你们算账呢 前阵子又闹得我家是鸡犬不宁 今儿个还敢跑我炕头上睡觉 我让你睡 想到这儿 爷爷呀 握着扁担 悄悄的走到炕边 使出浑身的力气 对着那只狐狸 咣咣 可就砸下去了 可等他在睁眼看的时候 发现被打死的哪是什么狐狸啊 分明是自己的老伴 哎呀 爷爷这时候啊 就跟五雷轰顶似的 啊啦一声惨叫 就昏倒在地上 再也没醒过来 听完王老师说的这件事 哎呦 这也太巧合了吧 跟王老师遇上的事 这不一样吗 巧不巧的 这也太荒唐了吧 真有这么神奇的事吗 老科长是半信半疑 他就想 王老师说这段故事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想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呢 甭管怎么说 不能光听他一个人的 得走访走访 接访邻居们 于是老科长啊 带上小陈 骑着自行车 来到了西营门外 找王老师家附近的几户邻居调查 几个邻居都说 是有这么回事 他爷爷奶奶呀 就是那么死的 回城的路上 小陈就跟老科长说了 他爷爷 在产生幻觉的情况之下 误杀老伴 那他会不会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误杀了老婆和孩子呢 老科长点点头 极有可能 回去啊 咱就提审王老师 这事情啊 还真如他们所料 这一回 王老师终于老老实实的 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他说呀 出事那天呢 我进城卖柴 回来的时候呢 下起了大雨 并且电闪雷鸣的 让人害怕 哎呀 不是冤家不聚首啊 走到半路上 我遇到了一个个头特别大的狐狸 说实在的 与其说是碰上的 我倒感觉呀 他是在半路上专门等我的 我就想 这种天出来的 准是雷狐 我就想起了 我爷爷奶奶的死 想起了 我那几个小羊羔 这些 就很心愁的 真是让我心里边冒火 于是呢 我拎着扁担就追他去 他跑得特别快 不一会儿啊 就看不见他了 我隐隐约约的 看他就朝俺家方向跑去了 我心里边就想着 这可坏事了 他能祸害俺的羊羔 就不能叼走 俺八个月大的儿子吗 俺急急忙忙跑进家的时候啊 就听见柴草堆里边 有声响 我就喊了一声 好你个雷狐 你等着 话还没落地呢 俺就跨进柴房去取扎刀去 可刚从门后边抄起扎刀 就有一道闪电 把柴房里边照亮了 俺一看 那雷狐正抱着俺小子 吃俺小子的脸呢 俺顾不上那么多了 一步跨过去 挥起扎刀 就朝他一阵乱砍 估计那家伙 一定是被俺砍死了 可谁知道 再一打闪 再一借着那光亮 死在俺闸刀下的 不是那可恨的狐狸 是俺苦命的媳妇 和孩子 这一下子 俺像疯了似的冲出家门 去找那个狐狸算账 至此 这王老师啊 供述了误杀老婆孩子的全过程 照理说 事实清楚了 不过呀 在结案定罪的时候 分局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应该定过失杀人 毕竟是他杀的 另一种意见呢 坚持认为 应该对王老师进行 进一步的精神病检查 如果确实存在精神病啊 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之下 行凶的 那么应该无罪释放 因为王老师这个案子太特殊了 所以天津市公安局呢 把案情就上报到了公安部 并且请全国最权威的精神病专家 对王老师进行了精神病检查和鉴定 但是鉴定的结论迟迟没做出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天津市司法部门打算对王老师 按过失杀人罪判处刑法 要说起来呀 这事也凑巧 当司法机关正准备对王老师一案进行宣判时 突然接到了北京送来的公安部法医和全国最权威的精神病专家做出的鉴定结论 结论是怎么写的呢 王洁石因杀人一案进行精神病检查 经复审并听取一些高级精神病学者鉴定结论 确认此人在行凶时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和遗忘症 此病在国际上及我国古代 现代亦有先例 应当视为无罪并予以治疗 当执法人员向王洁石宣布将他无罪释放 并且送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的决定时 这王老师啊被感动的是涕泪横流跪在地上 咣咣咣连颗三个响头 这一转眼呢 世事沧桑 这都过去了好几十年的时间了啊 那群狐狸也不知道去哪了 反正现在西营门也就是天津市西外环 稍微靠外边一点 现在差不多啊 那个新的万龙大胡同附近的地方已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带了 不管怎么说吧 中国从古至今啊 在老百姓口口相传之中 狐狸这个特殊的动物群体留给了我们很多的美丽的传说 很多感人的故事 同时啊 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灵异故事的素材 对吧 至于这狐狸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人产生幻觉借刀杀人 这是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的 是万万不可能的 不过呀 他却给了很多人借此行凶作恶的借口和念头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就给您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